你们总是喜欢问我 我老公这个样子到底爱不爱我 我老公那样到底爱不爱我 好 这条视频我给你们总结几个表现 我知道可能听完会有点扎心 但如果有 他真的不爱你 你们对号入座一下 第一个 你稍微有一点小脾气 他立马就受不了了 甚至会比你的脾气还要大 第二个 他的家人朋友都很重要 同事也很重要 工作也很重要 只有你不重要 第三 如果你们吵架了 一切都是你的问题 因为在外人看来他是好人 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大好人 第四 不会包容体贴你 他只希望你改变成他想要的样子 第五 你的一个愿望 你提了五次 十次 可能一百次 但每次他的反应都是 他应该知道 但是他又好像不知道 他会忘掉 第六 他从来都没有错 都是你在无理取的 第七 吵架从来不需要沟通 你愿意过就好好过呗 你不愿意过 那你自己好好反省一下 第八个 你跟他说什么他都敷衍 但你不会 因为他压根就不分享也不交流 第九个 明明是两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但他只看到了自己努力的结果 第十 他明知道冷战会伤你的心 而且会伤害感情 但是他还是会做冷 这以上十条就是 我们做婚姻心理咨询 这二十年的经验 如果你问我 凭什么端定他不爱我 那我就想告诉你 也许爱吧 你说得对 但是我相信他已经更爱他自己 我相信他有一点 我相信他很会努力的结果 我相信他很会努力的结果 这一段时间 感谢观看